准备,我们是高雄海船队 进车力挺准 进车力挺准 海巡气势舰人员大声广播下 前方游艇仍仿佛没听到的加速蛇行 还一度企图冲撞气势艇 最后海巡气势艇终于顺利靠近游艇上船击查 果然查获大批毒品 这起高档游艇走私毒品案发生在选前之夜 调查局方面借获情之发现 嫌犯计划利用高速游艇 以不靠港等方式躲避查气走私毒品 于是检警调与海巡组成专案小组 11月25号在高雄外海拦截这一艘游艇 嫌犯还企图将拖曳于游艇后方 加长大量毒品的救生法砍断丢包 不过还是被眼尖的气势艇人员查获 而且压队巡维旁边带洞海拔执行登记也会很简单 于是我们选择进来的想法 我们选择进去做完结 我们当天是在选择职业大概下午5点左右 张安子在那边就看到雷达有一个外线指标 那在高位处的外线去查看 就发现他用救生法冲衣在后方准备要接入5点 那我们就上去选择要查看的时候 他们就逆行用菜刀长断新神气势都要努力 办案人员逮捕了涉嫌走势的祖贤及船长与船员共4人 并查获超过800公斤的Ketamine 及时阻止这一批毒品进入国内堵害国人 至于检方查扣的高档游艇造价约3000万 检方将启动拍卖程序向法院申请拍卖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图名改变半号室